医管局接获玛丽医院通报 一名病人服用的消化药物 二烧达 怀疑受煤菌污染 医管局说会与专家开会 评估风险 跟进处方安排 卫生署就说 已经在不同的地点 抽取样本检验 需时5至7日 有日制使说 药物煤菌一旦超标 对免疫力低的病人可能有影响 建议癌症病人等高人士 暂时停用 陈志荣报道 验出有真菌的 是这种消化药二烧达 属于非处方药物 用在腸胃不息 在印尼生产 进口本港 药房和药店都可以卖 医管局说 接获玛丽医院通报 院方发现一个病人服用的二烧达 带有鸿菇菌 涉事病人早前因为本身的病过身 体内没有发现感染这种真菌 据了解 过身的是一名患有淋巴癌的中年女人 早前发烧 院方在他的大便样本发现霉菌 发现他曾经服用的十几只药物之后 医外发现其中一只药物 即是二烧达受霉菌感染 但检测到的霉菌 和在病人大便样本 验到的不同 暂时也未能确定 药物找到的霉菌数量有多少 有药制师说 根据美国和欧盟标准 每一刻药物不应该含有 多于100粒霉菌 如果超标 对免疫力低的病人可能有影响 建议癌症病人等高危人士暂时停用 免疫系统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 其实就算他有污染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杀死他 如果他本身的免疫系统是很弱的 而那个污染是很严重的 有机会在墙上会有这些真菌的生长 有机会会有感染 甚至乎真菌入血 会影响当然会有生命危险 他说药物酵素的来源 主要来自猪的胰壮 如果药物验出煤菌超标 有机会是制药过程受污染 卫生署说已经指令 本地供应商要南洋行 向印尼制造商要求调查事件 和提交报告 厨房又说已经在不同的地点 抽取产品样本进一步检验 需时5至7日 医管局就说已经将事件通知前线人员 星期五会与专家开会 讨论和评估易消达的风险 跟进药物处方安排 马丽医院在2009年 曾经有多个病人怀疑感染无霉菌死亡 事后在病人都有服用 由欧发生产的痛风药别飘顺一面 发现无霉菌超标100倍 药厂要即时停产 有线电视记者陈志永报道